因為這個殺警案震驚了社會 大家就再度討論起死刑的存廢 那國民黨是質疑說 民進黨的任內就算是判處死刑 也沒有執行死刑 那想問部長的看法 就是有關死刑執行的問題 我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目前可以執行死刑 都已經執行了 因為目前上代執行的死刑犯 是有38位 但是依法在批准死刑執行之前 要審核他有沒有申請大法官會議解釋 那目前是已經修法改為憲法審查 那也要審查他有沒有提起再審 或非堂上訴 這都是依法律程序 要做一個很嚴謹的審查 那據了解這38位都有申請 這個憲法審查 部分有申請再審跟非常上訴 所以目前並沒有可以達到要送到部長這邊來批准執行的一個案件 所以我們還是依法要非常嚴謹的審核 如果符合的話我們當然會依法來執行 首先我簡單敘述一下林姓涉嫌人他在民德外衣間扶刑的情形 那林姓涉嫌人他是一位強盜罪被法院判決8年4個月的徒刑 在109年8月的時候入監執行 那在110年的12月經民選到外衣間來服刑 那依照規定他是准以在111年的3月第一次的返家探視 然後他有如期的回到監所來 但是在8月13號第二次返家探視的時候 應該在8月15號下午2點鐘要返回監獄 可是他卻預期未歸 所以民德外衣間就立即聯絡他的家屬來勸導他返回監所 那同時也通報警方來協巡 另外也喊請台南地檢署來偵辦追棄 所以台南地檢署在第二天8月16號就分難來偵辦 這是首先報告的 第二個就是10年來在外衣間服刑的人數 總共有1萬1323人 那目前還有1920人是在外衣間服刑 那10年來從外衣間脫逃的有4個人 預期未歸有45人 那目前仍然還在棄貨的還有兩個人 不管他是脫逃或是預期未歸 這個我們外衣間矯正所就要檢討改進 所以除了要加強教化輔導之外 也要嚴格的篩選到外衣間服刑 因為外衣間是屬於低度管理的監索 所以一定要嚴格的篩選 那目前依照外衣間條例 不得領選為外衣間服刑 僅有限於毒品犯或性侵害犯還有脫逃犯 那未來我們也會修法希望納入 像殺警這樣的重大刑事犯 不得領選為外衣間 那這是有關外衣間的部分 我先做這樣的說明 不好意思這邊三立有兩題想要提問 第一題是剛剛法務部長有提到外衣間的這個問題 那這一位受刑人他當時是為什麼可以領選進外衣間 因為有一個質疑的聲浪說他當時入獄其實沒有到非常久的時間 那短短的時間內為什麼可以領選到外衣間去 他是表現有特別的良好還是有什麼狀況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因為這個殺警案震驚了社會 大家就再度討論起死刑的存廢 那國民黨是質疑說民進黨的任內呢 就算是判處死刑也沒有執行死刑 那想問部長的看法 好請蔡部長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靈性涉嫌人 如何領選到外衣間 因為我們有一個領選辦法 是按照規定 只要他合乎條件的話就可以參與領選 那靈性涉嫌人他所犯的是強盜罪 並沒有排除他可以領選到外衣間 所以我剛剛提到的 除了毒品犯或性侵賴犯 還有脫逃罪犯 他們才不得領選為 只要他的累進主義達到規定的極速的話 他就可以參與領選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有關死刑執行的問題 我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目前可以執行死刑 都已經執行了 因為目前上代執行的死刑犯是有38位 但是依法在批准死刑執行之前 要審核他有沒有申請大法官會議解釋 目前是已經修法改為憲法審查 那也要審查他有沒有提起再審或非堂上訴 這都是依法律程序要做一個很嚴謹的審查 那據瞭解這38位都有申請 這個憲法審查 部分有申請再審跟非堂上訴 所以目前並沒有可以達到 要送到部長這邊來批准執行的一個案件 所以我們還是依法要非常嚴謹的審核 如果符合的話 我們當然會依法來執行 我們三個問題 一個是外疫監獄的 外疫監獄逃育的頻率 就是近年頻頻增加 那監察院其實兩年前就有提出示警 所以相關制度要在境外的作業 業界互作業都少了這個平和機制 然後也應該要檢討篩選的作業等等的 那直到我們今天說這件事情 然後才讓總統出面來表態要通常 談檢討 這部分我們會有究責的部分嗎 第二個是今天下午的時候署長說 這個脫逃跟與其未歸不一樣 剛剛也有在講一次 那外面也認為說這個是文字遊戲 那究竟他從15號下午2點 必須返回到犯殺這個殺警案 中間我們到底有沒有講過他去了哪裡 他的行蹤是什麼 那警政矯正署難跟警方到底又做了什麼 那第三個是我們一開始鎖定那個陳偉傑 就是那個另外一個嫌疑犯 然後來他的照片在網路上瘋傳 那早上方雅寧局長是說 這是因為地緣關係 那警方試圖分析研判的資料流出 那到底資料怎麼會流出 到現在還沒有辦法知道嗎 這個會同樣也會做檢討跟究責嗎 謝謝 那萬一間的管理部分 我們會深切的檢討 到底有沒有疏漏的地方 尤其對於教化的工作有沒有落實 對於篩選相關的人選 是不是確實的考核 這個我們還會再進一步的深切的一個檢討 那至於說發生了以後 明德外衣監 他在第一時間 也有跟他的家屬聯繫 希望能夠找到他 能夠管回監所 其次也有跟警方來報警他們協徐 那在同一天都已經請韓警 台南地檢署分案偵辦 所以照這個程序來看 他們確實是有很努力的去想辦法 要把人找回來 同時也依法來報警方跟警方 來依法偵辦 諸可謙 這裡 上次 排隊